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就能获得100万奖金 你敢接受这个挑战吗 听起来很简单 但如果在三天内睡着 并且没有在60秒内醒来 你的心脏将永远停止跳动 简而言之 就是一睡就完完了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实验 然而年轻的大学生小珍 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同一书 博士在他的颈部植入了一枚心田 原来人类在清醒时 会分泌一种叫做库拉脱素的物质 它可以治疗脑死亡 因此价格昂贵 配套芯片的手表 会显示提取到的库拉脱素剂量 只要达到100 100万奖金也就到手了 于是 安眠实验正式开始 第一天晚上 小珍坚持学习到凌晨两点 对于经常通宵学习的她来说 这并不算什么 低头一看 她已经提取到40单位的库拉脱素 第二天 她的精神状态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依旧生龙活虎 这时 一位男生静止走向她 询问她是否参加了安眠实验 小珍心里一紧 没想到对方也亮出了同款手表 小珍这才发现 参加实验的不止她一个 除了眼前的男生 还有班里的美妆博主蘑菇头 对方患有严重失眠症 电竞宅男演竞男 她常常连续几天几夜打游戏 而眼前的男生 是个夜店赵公子 看来 实验选择了一群夜猫子 于是几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一晚 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打发时间 每个人手表上的数字不断上升 到了第三天早上 四个人都成功完成了任务 博士也兑现了承诺 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百万的奖金 小珍第一时间用钱 还了七十二万的房贷 剩下的钱拿来给外婆买按摩椅 给妹妹买了一部新手机 一分没留给自己 肯定就有人纳闷了 一个大学生就要还房贷 还要照顾老人和妹妹 她爸妈干啥去了 其实小珍的父母早就离开人世了 她的外婆又长期卧病在床 而妹妹是个叛逆的小姑娘 生活的压力和精神创伤 导致她长期失眠经常熬夜 但她熬夜并不是在追剧或玩手机 而是在学习或者做饭 一个晚上过去 她不仅准备好了一盘又一盘早餐 还精神焕发地去上学 完完全全就是个不浪费一刻时间的人 但正常人谁想要失眠呢 而另外三个人成功拿到奖金后 夜店公子选择买一块高档手表 蘑菇头选择去了美容会所 眼镜男则升级了自己的游戏装备 几天后 这四个挑战成功的小年轻 再次来到了实验室 决定参加第二阶段的实验 不过这次博士要提取更高浓度的库拉脱素 而他们需要坚持整整五天不睡觉 面对六百万奖金的诱惑 他们毫不犹豫选择挑战 再次植入了新田 起初 几人成功度过了前两天 但就在第三天晚上 眼镜男不小心睡着了 幸好只睡了几秒钟 现在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 但库拉脱素只提取了32% 更糟糕的是 他们开始出现幻觉 眼前的年轻女大学生 已经三天三夜未曾入睡 因为一旦合眼就会丧命 但如果能连续五天不睡觉 就可以获得六百万奖金 女孩名叫小珍 邀请了三个朋友参加睡眠实验 今天是实验的第四天 小珍正在上解剖课 她拿起夹子 有气无力地摆弄了两下 眼前已经一片炫晕 恍惚间 她竟然看见尸体两眼翻白地瞪着她 把小珍吓得直接推到了两米开外 这一切都是长期不睡觉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 正在打篮球的夜店公子 明明听到对手辱骂她 但其他人却声称没有听到 原来他们都开始出现了幻觉 客下 四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食堂相遇 小珍发现夜店公子分泌的库拉脱素 比其他人都高 发现夜店公子热衷于打篮球 他们猜测坚持运动 可以加快库拉脱素的产生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他们直接前往眼镜男家的游泳池 决定举办一场即兴派对 果然 这个方法起笑了 原本疲倦的几个人 在酒精和音乐的作用下 纷纷释放自我 就连平时冷漠的小珍也跟着音乐热舞 四人尽力保持清醒 欢乐狂欢 喝冷饮 吃柠檬 然而不久 他们因为疲倦无法继续吸吸 这时 夜店公子拿出了从实验室里偷来的兴奋剂 白色粉末混合着酒精 三个人一饮而尽 只剩下小珍保持理智 选择与其对抗 因为这种药物有中风的风险 如果不小心入睡 芯片将短路 导致心脏停跳 生命也将随之消逝 受药物作用影响 三人继续狂欢 他们分泌的库拉脱素也开始迅速增加 随着梦幻的灯光和音乐 小珍也开始出现幻觉 看着舞池里三人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三人不安地注视着她 下一秒 小珍竟然疯狂地跳舞起来 看来都不做人了 突然 蘑菇头听到隔壁房间传来自己的声音 推门而入 发现几十个网页同时播放着自己的Vlog 墙上密丽麻麻贴满了偷拍她的照片 原来眼镜男一直偷偷暗恋蘑菇头 却不敢表白 只能每天偷偷跟踪她 蘑菇头受到惊吓晕倒 她的手表立即开始倒计时 若超过一分钟 她将无法再醒来 幸运的是 他们都是医学生 经过紧急抢救 蘑菇头在倒计时结束前恢复了意识 第五天早上 任务终于结束了 然而 博士却希望他们参加第三阶段的实验 但已经察觉到危险的蘑菇头直接拒绝了 即使有一千万的奖金 他们也不敢冒险进行第三阶段 因为生命更重要 他们决定回家好好休息 四个人沉沉睡了好几天 才逐渐恢复过来 就在这一天 教学楼前聚集了许多人 一名学生从里面被抬了出来 而她的手腕上 竟然戴着实验用的手表 小珍不禁感到极度恐惧 然而就在这时 她的外婆突然中风需要手术 负债累累的小珍手头一贫如洗 然而她的妹妹却从包里掏出一大袋钞票 小珍感到不妙 原来她的妹妹也参加了安眠实验 她立即赶往实验室 博士竟然以威胁方式 要求她叫上夜店公子等人 参加第三阶段的实验 否则她将永远不会取出妹妹脖子里的芯片 而第三阶段的实验 要求他们整整十天不睡觉 四名大学生被迫植入芯片 一旦入睡就会丧命 但如果坚持十天不睡觉 就能获得一千万奖金 为了保持清醒 他们求助于自己的老师 老师为他们安排了一间病房 并准备了提神的注射剂 于是 第三阶段的安眠实验正式展开 第一天 小珍全神贯注地学习以保持清醒 而蘑菇头则开启直播 每个人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发时间 同时使用老师提供的提神剂 他们顺利熬过了第六天 然而 他们严重低估了长时间不睡眠的后果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直在玩吃鸡的眼镜男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枪声 蘑菇头想用冷水提神 却发现自己用来吃饭的脸上 突然长满了痘痘 吓得用拳头干碎镜子 夜店公子朦胧中看到了自己已故的母亲 而小珍则看到地上涌出一滩鲜血 自己的妹妹躺在地上抽搐不止 幸好妹妹及时从背后喊住了她 看来大家都开始出现幻觉了 崩溃的蘑菇头开始指责小珍把她带入实验 暴躁的夜店公子和眼镜男也开始打斗 房间瞬间陷入混乱 小珍赶紧去找老师求救 在经过仓库时 却从里面听到夜店公子和眼镜男的声音 六个摄像头居然一直监视着他们 小珍突然想起 实验是老师推荐他们参加的 没想到整个实验都是老师策划的 甚至实验室外的博主都是她特意请来的演员 小珍发现真相后打算带着大家逃走 让蘑菇头赶紧报警 但所有人的手机都失去了信号 病房的门也被锁住了 看来他们不完成实验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第七天 蘑菇头发狂地摧毁了所有摄像头 而夜店公子终于支撑不住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她迷离呼呼中听到母亲的呼唤 一分钟后 监控室的老师发现夜店公子的心跳停止 立即将她推出病房 但她并没有抢救夜店公子 而是取下了她脖子上的心田 就在这时 夜店公子突然苏醒 一拳将老师打晕 他们终于得救了 原来他们在病房找到了一种能暂停心脏的药物 然后假装破坏了摄像头 他们质问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师慢慢拉开窗帘 多年前 他的丈夫因为研究失眠症连续十天未眠 最终产生幻觉跳楼自尽 老师无意中发现清醒时释放的一种酷拉脱素 对治疗脑死亡非常有效 于是他利用植物便利 在学校秘密进行了这项实验 这下真相大白 虽然老师提取酷拉脱素是为了治疗陷入昏迷的爱人 这听起来很感人 但他们仍然决定报警 突然 老师拿起麻醉剂刺向小珍的身体 尽管其他人立即制服了他 但小珍体内的芯片仍然没有取出来 如果超过60秒仍然没有醒来 他注定会死去 就在最后一秒 小珍成功醒来 最后 所有人的芯片都被取出 至此 一切终于告一段落 老师被警方带走 四个人虽未获得一千万奖金 却明白了一个道理 健康绝不可成为个人利益的筹码